南韓演藝圈疫情加劇 人群綜藝節目 Running Man主持人劉再席 在12月13號宣布確診之後 雖然他是已經施打了 兩劑的疫苗 但還是突破性的感染 而金中國也是接種了兩劑 突破性感染確診 不過經紀公司說 目前的金中國的狀況是良好 只是因為生病 所以暫停的工作 而王彼子持其成 先做完的快篩反映的是陽性 在今天也收到的PCR報告 是確診了 我看到韓國有許多的明星 現在都確診的情況 另外還有就是汪小飛跟大S 在離婚之後遭到大陸媒體爆料 婚內出軌小十多歲的女星張盈盈 過年還一起到了三亞去度假 汪小飛跟媽媽張蘭是嚴正的駁斥 但是卻遭到狗仔打臉 公布了汪小飛跟張盈盈 十指緊扣的照片 似乎也是積勞成績 再加上掛心兒子 張蘭在昨天傳出 因為生病入院打點滴 張蘭上傳了一段一分鐘的影音 她戴著口罩 背景就是在醫院的病房 她說她有胃潰瘍 有泡疹 有肺部的節節 她一生都是病 感嘆人生又長又短 她說創業看著是一時的風光 但是這30年的努力 是要有代價的 不過我們來看到演藝圈的好消息 39歲的玄冰 40歲的孫逸臻 2018年她們曾經合拍的電影 極致對決 隔年又合作了夯劇愛的迫降 結果擦出了火花 昨天兩個人甜蜜地宣布結婚 外界就猜測了孫逸臻是不是有喜了 朋友幫忙澄清說她並沒有懷孕 不過兩個人將會在三月 在首爾某地來舉行婚禮 玄冰她一年的收入高達了 5.8億元的台幣 而孫逸臻也是超級硬超級 一年的收入也有5.6億台幣 不過她們的婚宴很簡單 只有花費數萬元還有親友來團聚 並不是公開的方式來進行 到時候大家應該都想要知道 她們結婚的那些照片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